各位同学好,今天我们要进行营养学的课程 首先我们要介绍营养与健康的问题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哦 那我们的教学大纲就是会先介绍营养学的定义 营养学的范围,还有相关营养学的范围 那它的教学目标呢,就是要认识了解营养学的定义 那并且要了解营养学整个研究的范围 那这是我们的教学目标 再来我们要看一下营养与健康的问题 也就是关系着我们的营养与健康的问题呢 会从食物以及营养学营养素的这个部分哦 会关系到我们的身体健康 也就是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哦 是会关系到我们身体的健康的 那会介绍国内外国民营养的问题 还有这个整个国内外国 所有的国民营养常见的问题之外 还有它的整个趋势,社会的趋势 接下来我们还会介绍到饮食的文化跟社区的营养 那在营养学的知识领域中 首先我们会认识食物中所含的营养素 比如说有糖类脂肪蛋白质这些营养素 卫生与安全 再来就是会认识生理学以及生物学 膳食设计,膳食疗养学 以及生理代谢 就是人体的生理代谢这些问题 那这些知识呢 都通通包括在营养学的知识领域中 接着我们要看 在营养学中常用的专有名词 以及它的定义 包括营养学 营养素 营养学 还有营养 或者是食物 饮食 均衡饮食 膳食设计 餐食 这些名词的定义 那所谓的营养 Nutrition 营养是基本生命现象的一个功能 也是人体从环境中取得的营养素 这些经过了吸收代谢 转换 合成人体所必须的物质 所以关系着人体的健康 而且还可以从这个营养素的摄取 维持生命的一个身体健康的功能 那在营养素呢 Nutrients 一共有六大类的营养素 存在在这六大类食物中 那这个物质 存在在六大类食物中的物质 能够被我们人体经过消化 吸收 产生热能以后提供人体 用以建造 修补我们的身体组织器官 而且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健康 以及生长 生殖 以及生活的一个活动各种的元素 那这些化合物的物质 总称为六大类营养素 那营养学 Nutrition 它的研究换为 关系着食物所含的营养素 并能够维持我们人体的健康 生长 生殖 而且还可以完成我们身体的任务 各项的活动任务 还有它的功能 这些相关的科学 我们称为营养学 那所谓的食物呢 是food 那是指着任何吃进去的物质 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这六大类食物 进入我们身体以后 会被身体消化 吸收 产生能量 并且产生热能 用以建造我们身体各个器官 修补各个组织 而且能够维持我们身体的健康 生长 生殖 生活的物质 那这个总和 这些大分子的总和 我们就称为食物 food ok 我们再进入饮食 diet 那是指着我们每天 人们的食指上吃进去食物的混合体 我们就称为饮食 diet 好 那均衡饮食 balance diet 那所谓的 那所谓的均衡饮食 是指着 每天人们所吃进去的饮食 能够含有所有人体所需要的充分营养素 那就称为均衡饮食 那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膳食的设计 对于所有有关于人体健康以及疾病相关的营养科学 那这些原理 这些原理以及介绍这些原理能够应用于各种餐食的设计中 称为膳食设计 那从事这样的设计的人呢 我们就说是营养师 nutritionist 或者是称为dietician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餐食 所谓的餐食 mere 是依据一般人们的习惯 规划个人的饮食 可以分配到食物于每天的三餐 或者是四餐 甚或是五餐六餐 都可以 那所以称为所吃的食物 这些混合体的总称 我们称为餐食 就是mere 那食品呢 分作六大类 那这六大类呢 就包括了奶类 奶类呢 就是包括鲜奶啊 乳酪啦 这些我们称为奶类 那肉类呢 就是包括了肉鱼 豆蛋都称为肉类 那五骨杂粮类 就是主食类 包括了根筋 稻米啊 五骨稻米 根筋类 都是五骨根筋类 那再来就是所谓的蔬菜类 蔬菜类就是包括我们那些绿色蔬菜啊 或者是白色蔬菜 高丽菜 这些都是属于蔬菜类 那水果类呢 就是有些是什么柑橘类啊 或者是葡萄啊 苹果啦 这些 那还有油脂类啊 就是炒菜用油啊 或者是奶油啊 或者是猪油 鸡油 那些统统叫做油脂类 那除了这六大类食品外 那我们身体还需要有一些水分 那六大类食品 包括人体所需的所有营养素 那在这六大类食品中 包括的营养素 就是包括糖类 蛋白质 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 还有水分 那人体所需要的均衡饮食 是用以应护人体组织的生长 以及代谢 以及其能量 这些需求 那应护满足所有的人体需求 以及活动量的 那这个叫做均衡的饮食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生命期的营养学 那生命期的营养学 研究的范围 就是包括人类的生命期中 会有进入婴儿期 儿童期 并且进入到青少年期 成人期 还有怀孕期 哺乳期 更年期 老年期 那这些人类的生命周期 不同的 会有不同的生理需求 所以他们对营养素 还有热能的需求 在不同生命的一个周期里 他所需求都不一样 那研究这样的 不同生命周期所需的 不同的营养素 以及热量的需求 那这样的领域 叫做生命期的营养学 那接下来我们介绍 社区营养学 也就是说 环境中的食物 它所包括的营养素 不同 也会影响到 个人的营养 但是个人对于食物的选择 也会因着喜爱 或者是习惯不同 种族的差异 或者是传统观念的不一样 还有宗教信仰的不同 或者是整个社区 可利用的资源 食物不同 或者是取得食物 方便性的因素 或者是社交礼仪的表达 正负面的情绪表达 还有个人的价值观 或者是对于食物的认知 这些因素的影响 那通通称为 社区营养学的研究领域 那接下来我们再介绍 膳食设计 那膳食设计是根据 人们不同的年龄 生理的状况 设计对于不同需求的阶段 他的饮食以及营养需求 会有所不同 那为他们而特别的设计的饮食呢 就会有所差异 尤其是对于不同生命周期 他的生理需求有所改变 那么对于营养素以及热量的需求 就会有所变化 那这样的研究领域 我们称为膳食设计的研究领域 那膳食营养学呢 是指着当人们生病的时候 会依据不同的疾病状况 或者是不同的饮食以及营养需求 就会有所差异 尤其是对于慢性病人 他的生理需求的改变 所需的营养素以及能量 就会有所差异 那这样的膳食营养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呢 就会包括了这种不同疾病的状况 所设计的营养 膳食的设计 叫做膳食营养学 那再来呢 我们介绍餐饮营养学 指着食品的营养以及卫生安全 是餐饮管理的一个重点 那因为饮食所提供的食物呢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需要注意到卫生安全 才能够符合多数人们的需求 因此必须要了解 食物自备过程中 应该注意的卫生安全 以及各类食物 它的营养成分 在经过烹调过程中的变化 那这样的叫做 这样的领域呢 我们称为餐饮营养学 那食品加工 以及食品自备学 以及食物 食品化学 包括了食物的自备过程中 因着食品所含的成分 比如糖类蛋白质脂肪 维生素 矿物质 水分 以及其他的食品添加物 不仅影响食品的色香味 以及品质 也会影响食品的品质 以及安全 那这个是属于食品加工 以及食品自备学 还有食品化学的领域 那餐饮管理中 应该注意的卫生安全 是包括了这些 食品卫生安全的一个部分呢 是要用于预防食品的中毒 因为食品中毒的分类 包括了细菌性的化学性的 以及天然性的食品中毒 那这些都是属于食品 卫生安全的研究领域 那其他的相关营养学的领域呢 包括了就说食品中所残留的农药问题 抗生物质 还有保健食品 以及基因食品 还有食品标示的这些问题 也是与营养学有相关的一个研究领域 那会针对个别不同的需求 还可以分作美容营养学 运动营养学 等等这些相关营养学的领域 那营养 营养学的部分哦 会有它看 常见的一些问题 包括了营养过剩 或者是营养不均的问题 都因为社会的进步而增加了 在卫生署公布 国人膳食营养状态的统计分析里面 看见台湾地区 主要的死因趋势的一个趋势图分析 可以得知 国人营养的改变 直接影响到体胃以及肥胖 以及死亡的因素的一个趋势 那在这个趋势里面 人们的文明病的问题 是逐年增高的 因为从民国七十年开始 一直居于国人死亡的前三名呢 是可以看出是恶性肿瘤 就是癌症 还有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 那国人的营养是由四十年前的 营养不足 然后呢 就是营养缺乏症 进而到近年来的营养过剩 或者是营养不均的问题 因此产生所谓的文明病的问题 就逐年增加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饮食 以及生活规律 还有适当的运动 才能够拥有健美的身材 那这健美的身体啊 就是必须要靠着吃健康的均衡饮食 还要有保持的 保持的一个适量的运动 以及生活的规律 那所以呢 要我们要有一个健美 一定要记住哦 有一个完整的健康的食物 生活的规律 搭配的均衡的运动 规律的运动 而且能够确保身体 有足够的营养素 才能够从事这些 每日的一个活动 那健美的身材的一个不恶法则 我们是可以从现代人的一个饮食 看到加工食品太多 而这些加工食品是空有热量 而且仅有在极少的一个维生素 以及矿物质 以及其他营养素的一个含量里面呢 会造成身体的营养上的不均状态 那这样呢 我们就是认为说 是影响到他的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 所以我们认为说 要摄取正确的饮食 然后维持生活的规律 适量的运动 是让自己拥有健美身材的不恶法则 那我们每天营养素的建议摄取量 从国人每日营养素的建议摄取量 对于营养素的建议定义里面 有计算出它的方式是有所改变 在卫生署89年开始呢 就邀请了专家 对于这些营养素逐项的讨论 并且给予修正 建立了所谓的建议摄取量 国人每日营养素的建议摄取量 又称为Recommodated Dietary Nutrient Alloyance 简称为RDNA 那卫生署营养健康的状况调查里面呢 在卫生署89年修正了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报告 是根据美国、日本、中国大陆这些资料 以及相关的研究报告 并且依据我国第三次国民营养调查的 本土数据加以修正 那根据2005年以及2008年的 加护营养健康状况调查的抽样 一共仿视了全国六个阶层的36间学校 那各地区各不同性别 以及不同年龄层的实际问卷受访 实际接受访问者一共有1971人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报告修正以后 就给了一个营养素的建议摄取量 就叫做RDA 还有足够的摄取量 还有上限摄取量的这些部分 我们会逐项的在为大家做解释 那首先我们看到建议量 就是所谓的Recommendated Dietary Alloyance RDA值 那这个是关系的每天所应该给的 营养素的一个建议量 那接下来介绍的是足够的摄取量 就是Adguent Intact 简称为IIA 那还有就是一个上限的摄取量 Tolerance Upper Intact Level 就称为UL 这是针对对于有足够科学数据 支持营养素所定出的一个上限摄取量 那国人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取量 是简称为DRIS 在卫生署的一个网站上都可以查询得到 那从国人饮食的调查发现呢 钙质叶酸以及维生素B群的缺乏最为常见 因此对于整年整个年龄层的分层 以及列了有泛酸生物素以及胆酸 美以及喜这些营养素 还有热量的建议量呢 应该要降低才对 就是避免有文明病 那相关的热量的一个维生素B1、B2 烟碱酸也随之应该要下降 而钙质还有维生素C、维生素B12、液酸 那就应该要提高 那以钙质做例呢 就是说成人每天应该要有1000毫克的摄取量 那成人原来的建议摄取量当时定为600毫克 那在这一次的修订里面呢 就是认为说足够的摄取量 用AI来表示成人每天呢 就是1000毫克 他的上限摄取量UL呢 就到可以到2500毫克 也就是说摄取钙质不论是从食物或者是补充剂量 获得的一天总量不得超过2500毫克是比较好的 那再来我们介绍到提升国人饮食钙取的摄取里面 就是有鉴于国人钙质摄取的摄取的提高 而且国人钙质本位呢就已经不足 所以呢就应该要建议要有把它的摄取量提高 所以呢卫生署成立了提升国人饮食钙质 钙质摄取推动的一个小组 来积极改善国人钙质摄取不足的问题 用以预防骨质疏中症的发生 那国人膳食营养素的参考摄取量里面 国人膳食的参考摄取量可以作为菜单设计的一个参考 在营养调查的时候可以作为评估营养素以及摄取量足够的一个依据 也就是说从上线的摄取量可以作为民众摄取补充剂的一个参考 用来调整国人对于营养素摄取越多越好的错误观念 矫正过犹不及的错误态度来建立正确的营养知识 那接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些例题 那包括就是说何谓RDA何谓AI值何谓UL 那我们等一下我们就会去回顾一下 我们刚刚所讲的一个RDA值是介绍卫生署对于国人每天所需要的营养素的一个建议量 AI值就是对于每人的一个安就是足够的安全摄取量 UL值指的就是说最高上限每天所应该摄取的一个 就是说如果要添加的话 它的一个上限的一个界限量在哪里 我们就称为Upper Level 那常见国人的营养问题有哪些呢 从民国40年前的营养不足以及缺乏 到民国70年以后文明病的逐年增加 我们就可以知道营养的问题 就是从以前的营养缺乏而进入到营养过剩的问题 以至于有一些文明病的逐年增加 那这些文明病逐年增加包括了 癌症、心血管疾病、糖尿病 这些常见的文明病就增加了 这些就是营养过剩的一些问题 造成的一个肥胖问题 再来就是有文明病的产生 那所谓的六大类食物有哪些呢 六大类食物包括了奶类、主食类、肉鱼豆蛋类、蔬菜类、水果类 还有油脂 那这六大类食物就称为食物的六大类 那所谓的六大类营养素呢 就是包括糖类、脂肪、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还有水 那现在我们要做总结跟回顾 也就是以上的课程你已经认识了营养学的定义 并且了解了营养学的范围 而且也已经知道了相关营养学的范围咯